究竟买一个新出的M1 Macbook Pro 还是买一台27寸的iMac 2020 好呢? 这个真人真事 昨天收到一个电话 一个朋友去到Apple Shop 打来找我 就说Tiger,我现在在Apple Shop 究竟买一个新出的M1 Macbook Pro 还是买一台? 27寸的iMac 2020 好呢? 大家好,我是Tiger 现在在看Tiger这边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专页 记得点赞和订阅 我想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尤其是当M1刚刚出现市面上 未有很多资讯关于M1的真身和性能的时候 大家都会问到底订不订好呢? 我经过很多短片 看Apple的发布会 我自己都在很多研究下 我有点分析 M1的好处就是价钱便宜些 因为Apple自家制自家发明的CPU的晶片 里面包含着显卡、RAM和CPU 第一是会令到成本降低 第二是会令到底板的空间加大 令到空气流通更好 没有那么热 也可以令到电池的使用量更多了 亦是最强烈的M1的原因 就是有很多软件的配套 令到它的效能提升很多 例如Photoshop和Adobe的Night Room 如果你做完相片 你一个摄影师的 最痛苦的是什么呢? 收拾好相片 收拾相片 都会等很久 落实一碗面、两碗面、三碗面 都还没得到 其实配合了M1底下 这些的我们叫做Rendering 的外出会比较快很多 第二就是 譬如你是做 好像我们这样 要常常都剪片 Render一些片 其实呢 现在暂时 Final Cut Pro 的处理 和 Blackmagic 的 Da Vinci 的 Resolve 亦都可以支援到M1的晶片 即是如果你用这两个软件 来做Rendering 的话 是会快很多 当然啦 这些都是数据上的分析 真实是怎样呢? 真的要拿手机回来试过才知道 但在这些因素下 为什么也吸引不了我 卖M1 而是去买了这部 iMac 2020 5K 第一这部27寸 对于我们做影片制作来说 是观感会很好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剪片要大萤幕 声音开得很大 就可以令到我们将 问题会看到更加清楚 以及整体的震撼性更加强 第二就是 非常重要 我们都在用Adobe的Premiere 很可惜Premiere 在这一刻 2020年的11月12月 还未宣布支援 Apple的M1晶片 即是说 你在使用M1晶片 不会有任何效能上的提升 亦都不会在Rendering里有帮助 这个就很担心了 因为你看回M1 MacBook Pro的Config 无论是它的RAM 它们的CPU里面 其实都不是很卓越 即是不是很多Gig数 而RAM的大小 也很取缺于Rendering的速度 而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iMac 2020 5K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做 毛痛的升级 什么叫毛痛升级呢 它在后面以前 可能要拆开手机 用吸盘 拔开iMac那块玻璃 如果你有经历过 你就明白我说什么 是非常危险 非常痛苦 还有你不知道可不可以撑得回 但今天只是你在后面 有一个背板 你只要按按键 它会啪一声弹开 你就可以加RAM 而最重要是什么呢 这几年大家都知道 苹果很多产品 都将它的RAM 和CPU 和不同的东西 刊死底板 不知为什么 这部iMac 2020 5K 可以给你加RAM 好了 很简单 我们计算数 好吗 苹果的粉丝 你平时都习惯了 在出机的时候 已经将你的东西 升级到你想要的 一些硬体性能 这部手机 最便宜的入门级 $13,899 我们就说RAM 好吗 RAM跟机 就是8GB 2666DDR4 8GB代表什么呢 8GB代表很慢很慢很慢 基本上我们剪片来说 都挺吃力的辛苦 好了 如果 你加加到64GB 那要多少钱呢 好了 看看看到了 是要7500元的 那这么贵呢 苹果的是这么贵的 如果32GB 便宜些 就是4500元 如果16GB 就是1500元 我想打爆它最尽 就是加两条64 那就是128GB 那就是19500元 是贵过你部机 好了 那这个数据代表了什么呢 那我基于这个有毛痛升级 我就去了深水宝 就买了两条Kingston的DDR42666 那就记住了 它就是专门是for iMac 2020 5K 它写住的包装 那两条64GB呢 官方加价就要7500元 但是我在深水宝买 只需要2300多元 就是我已经省了5000元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升级呢 就是因为 Rendering的速度快很多 譬如我Rendering一个小时的视频 在8GB里面 可能一个小时多些 那加到64GB呢 那经过实测 和不同的报告看 是会快一倍或者以上 真的我不需要半个小时 就可以Rendering到一个小时的视频 就是我已经省了30分钟 那香港呢 分秒必争 以及我们的Running course 是很贵的 所以越快做到一些Rendering 其实是越帮助到整件事更快 有效 可能客人不想等这么久 可能有很多事情在做 所以 这一部如果是工作机的话呢 我就会选择这个 iMac 2020 5K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到这里呢 帮到你去想一想 究竟我需要不需要 帮到手机到处走去做事 可能是一个 随便宜的 计划 你需要的手机到处走 可能 MacBook Pro更适合你 但你说不是 我每天回来都是这个地方 我想要大画面 想要好的声音 想要快的RAM 我想要便宜 价格比高的呢 iMac 2020 5K 可能你去选择 Hello 再次多谢大家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想法 或者甚至是问题的话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以及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们可以下次再见 拜拜